这边又是一坨三减速 过来甩上倒了 双减速 Roy被干掉 刚才啊 刚才把这个Lan追着八条街 把这个TH追着九条街 这样SNK终于得到他的报应 好了 那这个笑话的谜 谜面呢 我们也说一下 我们先看一看补刀数 看一下SNK一千块钱 这边呢 PA是八百度 还出了鞋子跟膝带啊 这个有FB的人就是不一样 这个 哎 这个怪怎么打得乱跑啊 小路吃到一个女生 我们这个冷笑话的迷面是 DOT里面 谁是最接近 最容易接近女性的男人 谁是最容易接近女性的男人 给大家十分钟时间猜 十分钟如果已经猜完了 你的功力真的是跟我有一拼了 谁是最容易接近女性的男人 这边也是点了一个吹鞋 界面先吹一下 哎 再吹一下 漂亮 不要死 S妹子 S妹子倒掉 这个界面先吹吹啊 非常友好 刚才三陪他 现在又界面吹他 这个真的是头等舱啊 好了 Vlog今天有六级 一直也没人敢 敢理的 还有QB级别让部落 不落太大劣势 那么PA如果没人配格罗 想杀掉 SF基本上不可能 出了铁翼 SF可能先支配 支配打野流吗 难道是 或者双吸流 骷髅王有三吸流啊 支配家基本的PA 续航很强 但续航强要有黑黄做保证 你要保证你可以站的A人 才能有续航 跟Luna有点像 Luna也是这样 你说他如果能不听A的话 续航真的也很强 但他很容易被人秒啊 比如Luna遇到Lina 就很容易这样 我们看到这个有马的 就是比较容易被五马的克 对吧 这个五马一上市 有马就没人买了 因为Luna爆发力非常强悍嘛 打Luna的话 啪啪三连 真的很容易就倒 同理Line也很克 Luna 所以现在Luna可能用的 渐进比较少 因为爆发力实在是 决定了一切啊 上路来SNK继续跟他们兑线 我们看到一个户外 这边是一些两个 这个NEC前打好少啊 这边是准备出三户外了 早早这样来出 QOP也是往野区转一圈 QOP先出去呼啊 因为被人压得太狠了 SF隐身过来 空到来 这个隐身服 我们看事业方面 左边开打了 定住 这边插起 好你追我的 我追你的 陈哥过来 又是一线 标死 漂亮 这边又减速SNK 但SNK我们先不看 我们先看这边好了 这边最最漂亮 一个人还打死 SB这边 杀了一个 然后自己也被人杀了一个 这边一插 用插也打钱了已经 觉得没生下 反而Line的 蓝也补充比较快 那么这个时间没到 我们先不接 不接谜底啊 DOT里面 谁是最容易接近 女性的男人 应该说是 接近的最 这个不详细提示的 应该是最容易 跟女性亲密接触的男人啊 这个采访说 C5温 10 估计这个是个 Streamer啊 就是这个是直播员 像我这样的 所以就 然后那个呢 就是像 像一般的几位美女姐说 骨子 阿婆她们 我可以说 我说 哎 这个10分钟后 记得Save一下啊 OK 只要他们没有用语音交流 没有用语音交流是不行的 这个 不容易出默契 好 这边 点一下 觉得这个吹的 只见一个狂风向他袭来啊 这个不是娱乐版里面的狂风 不用害怕 那狂风是在这虎乐点 这边来马上6级 6级要拿人头 这是来人6级的任务啊 是吧 这个养你前6级 就是让你6级杀人 这边一个标减速 B过来 这个B的好假 哎 这个影压 第一个影压在压什么呢 我们看到三根怪分担伤害 这张塔的伤害 完全杀不了人 左边用绿塔强杀 这一波 好 这边 SNK的位置锤死一个 自己的蓝眼波复活了 过来堵他一个 这边上方还在追 潮汐的蓝 还够一坨 只要一坨 没地就死了 漂亮 哎呀 这个 啊 这位老头都被碾死了 这边PA在来追 我们看SNK的蓝够不够 SNK蓝还是够的啊 够的够的 回复了一下 我老过来 先是一个道的 就大没 没有放大 也可能大放过了 好像没见他大放过 现在近一方两路打前 天三方 只有一路有人打前 这个损失也是不小的 不要小看这个损失啊 这边合力挂戒 那么NC应该不是作为主制来打的一个打法 啊 小龙带的也不好 而且老被人杀 SNK就在这勾引别人杀他 啊 你杀了我 我再站起来 是吧 好这边也是一坨 甩Wallock又插起潮溪两个大方都不错啊 好 来过来一套漂亮直接秒掉了Wallock 6级Wallock死一次非常的伤啊 现在呢 完全没有压制 在左路可以进行方活动非常滋润 这边呢 大地毁被人载掉了 这场比赛 Impress打得有点 怂啊 PA没压住 然后呢 SIV又没发起来 左边又被这个Wallock又啊 直接倒下 虽然小路前景表现非常出色 算是压住沉了 这边也是晕味一下他垂上 我们看 这个死对头啊 死对头了 又一坨减缩 这边直接堵到里面 非常漂亮的操作 哎 还是 临死前被人甩死了 这边PA应该是被他杀掉了 哎呀 这个杀人凶手 啊 当然这个警察肯定不会受理这个案件的啊 一看影魔是个太监 这个案件是不会 深夜少女背嫌 啊 是无法受理的 F一个 啊 因为影魔不具备这个身体特征啊 没有这个犯罪特征 好了 我们继续来看这边12分 啊 12分 这边比赛 下面已经进行了21分钟了 所以比赛阶段还非常快的 这边是谁 吃了双子尘 这个尘还没有6级 啊 有6级的尘的话 可以挽救很多人的性命啊 这边SF9G 我们看他打了多少钱吗 第一件可能要先BOT SF存了 哎 BOT应该已经好了 他的钱花光了 突然 不是跳就是BOT 我们猜一下 哎呀 这个 啊 跳刀跳刀 还没跳过来就死了 啊 被人跳过来杀掉了 这个买跳刀的人啊 必然先接受这个Blink的 这个 这个 糟蹋 这个陈往树林一钻 哎 这个马上发现自己的 小弟不可靠了 哎 又被塔打了一下 啊 乌露偏锋连夜雨啊 这个真的是强倒众人推 啊 只能顶着一个 顶着一个这个 带有俯视性的套子回来了 哎 被人夹了 有SK一锤子拿到人头 Roy果然是天天方一个非常虎的一点啊 虽然已经连续被杀很多次了 啊 被他被杀这么长虎 对吧 就是重点照 重点照顾他 就跟我在这个平台上打 我就天天被杀 这个也是侧面反映我的实力啊 那对面绝对是重点照顾我这个Farmer 保证是五个人干口我一个的局面 常有发生 那边一个倒了点上去 PHP好了 攻击力达到了100 100点 上能NEC跟QP对线 NEC现在这个装备跟级别都完全不如QP 啊 当然NEC可以加写 QP不能加写 这边这年纪怎么五个全上小兵身上了 这是人品问题还是水平问题呢 地理一下 好了 这边又是野区 我们看 Lan绕过来 Lan 一个鞋子 这边 标一个 插起 PAB过来 支配一个大杨柱 插死 过来又一坨插到了 打到小路 才就倒了 还没了一箱鞋 这一方配合非常的 啊 牛逼啊 这个SB弹队配合可是不SB的 这边再劈一刀 哎 这刀没死 再一刀 B走了 好样的 这边跳过来 引压 漂亮 但是自己也回不了 扬一下 反正自己前发光了 是吧 无所谓了 啊 死而无憾 强杀到PA 就PA如果这会儿再不死的话 真的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SB就连死两次了 真的是来温泉洗了很多次 SB吃到一个隐身符 好 这边 猫着 我们看一下 体制术干涉到塔下 这边是要拿塔 这边有三个人 但是三个人技能应该都放光了 天方如果能有三个人 还是可以打了 漂亮 一个对火打的管 算到别人没有大招了 QOP在小鹿里来 沉一个奶 这个奶很关键啊 天方这下温泳可能还有悲剧 沉这个奶极大鼓舞的进入的士气 好 锤上了 QOP倒了没 倒了 QOP必走 这边又是 沉这个血量被小鹿飙死了 反哺 哎呀 像一线一样打死了潮汐两炮 好 这边比赛非常精彩啊 PA又让我来暴击了 锤上去 B过来F一下 能收掉 哎 奶的很及时 一个大干掉了QOP 这边呢 小鹿也是直接 啊 在这边不停的输出 给了一标 还是没有给标吧 没看到 啊 补了个兵是吧 跳过来 哎 追不上 算了 别追了 来来 这个 来来没来 我会有什么事啊 谢谢大家